这期继续讲玉石小子第十篇,曾静见楚天祥吃得很少,马上明白了楚天祥想要什么。 他叫过边上的庸人,吩咐他把家里最辣的辣椒和生姜剁成末,对上酱油蚝油拿过来给楚天祥。 曾明狐疑地看着曾静指挥庸人坐这坐那,等东西端上来,看楚天祥不管什么菜都去沾水里涮一下再吃,才知道今天的菜不对楚天祥的胃口。 哎呀,不对啊,这小丫头怎么知道天祥吃不惯这菜?而且那个沾水她怎么会做?一年她也不进厨房几次啊。 曾宁越想越疑惑,她望着跟爷爷和大哥聊天的楚天祥,突然,她有了重大发现,楚天祥左脸脸颊上有淡淡的口红印。 她回头看看妹妹,小姑娘的眼光总是不识偷看楚天祥,那眼中的情谊就是傻子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曾宁的疑惑更大了,这两个人总共就见过一面,单独相处就酒吧打架那一回,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整个晚宴上,曾宁都在忐忑中度过,一些大家族的年轻人恋爱婚姻不是自己所能做主的。 楚天祥倒是跟老爷子和曾范林聊得非常愉快,他丝毫没有察觉到曾宁的不安,这种场合,他也没法跟曾静多交流。 吃完饭,老爷子把楚天祥叫到书房,老管家从博古架上拿出一个盒子,放在书桌上打开,一个红绒布包住的圆球出现在眼前,老爷子意思是让楚天祥自己打开红布。 楚天祥不知道红布下面是什么,他轻轻地掀开红布,一个直径大概有二十多厘米的绿色圆球呈现在眼前。 帝王绿。楚天祥惊呼道,随后抬头问道,孙爷爷,这是那块石头?老爷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老爷子说,给你看个好玩的。他一死,管家把灯关了,随后他拿出手电打着,轻轻按在那个绿球上。 漆黑的屋里立即绿光迸现,手电光直射的方向一条绿色光柱照出去三米开外,所有的物件都被绿物演映,原来什么颜色? 根本看不清了。在绿球附近半米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绿雾球体,屋里飞舞的细微颗粒灰尘都是绿色的了。 楚天祥抬头看看老爷子的脸,又看看管家的脸,说不出来的阴森恐怖,他笑着说道,孙爷爷,这宝贝拍鬼片太适合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 管家打开灯,老爷子坐下说道,帝王绿的绿色浓度太高了,我找过最强的手电筒照过。 直到光线衰减完,还是绿光,上回那个两米开外,光线就变白了。 楚天祥问道,孙爷爷,那个杨绿哪去了? 卖了。 老爷子狡黠地说,卖给李家老头了,十九个亿,老头爱显摆,把他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了。 老爷子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低声对楚天祥说,小子,出去可别说啊,屋外边那几个人还不知道我把他拿回来了,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就像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似的,老爷子把显摆完的宝贝赶紧又包好收了起来,然后叫管家领着楚天祥去找曾宁,安排明天要干的正事。 管家领着楚天祥来到院子里,看见曾宁曾静姐妹俩在亭子里聊天。 楚天祥走过去,打了声招呼,坐在曾静的身边,说道,宁姐,叫我来是干什么?我现在还一头雾水的。 曾宁说,天祥,是这样,拍卖行收到一件拍品,是明清花大瓶,一米多高,很多年没有这么好的宝贝出现了。 宁德基金会想买,但几个专家看了之后意见不统一,有说真有说假,拍卖就在下周, 到底拍不拍那些主事的也拿不定主意,这不就把你请来了? 楚天祥哭笑不得,姐呀,这我哪行啊,专家都整不明白,我连瓷器叫什么名度不知道,这不是去献丑吗? 曾宁两手一弹,说道,是爷爷叫你来的,你去还是不去? 楚天祥一听连忙答道,去,去,一定去。 又问道,宁姐,你刚才说,清花大瓶是什么朝代的? 明朝的,东西给你准备好了,就在屋里头。 曾宁说道,那就进去看看吧。 楚天祥着急赶紧干完活,从进门到现在,他和曾静还没说上五句话呢,有点心急是火。 回到屋里,曾宁从爷爷的书房拿出一个盒子,打开是一个小的瓶子,他对楚天祥说,这是明代的,跟明天看的基本一样。 说完,他一回头,见曾静一脸崇拜地望着楚天祥。 他立声说,阿静,回房间休息,别干扰天祥工作,明天一早回学校。 曾静想争辩,张了一下口,没敢,又看了看天祥,满脸不情愿地走了。 楚天祥闭上眼睛,静了静神,他拿起那个小瓶子,把右手三指,放在瓶底没有挂右的地方,开始反复摸索起来,过了足足有十分钟,他又换手,把左手三指放在瓶底。 这次时间短点,他睁开眼,要了一个木质的茶匙,轻轻地地在瓶身上各处敲打,仔细倾听敲打的声音,随后,他抬起头,对曾静说道, 命解,你去把孙爷爷上次那个清朝的瓶子也拿来。 曾静答应一声,转身去书房,把那个更小的瓶子拿过来了。 楚天想把两个瓶子放好,敲一下左边的,听听声音,又敲一下右边的听听声音。 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哪里一动不动,最后,他拿起瓶,又摸了摸瓶底,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曾静坐在那里,大气不敢喘,身子不敢动,生怕打扰到楚天祥的思路,眼睛却紧紧盯着楚天祥的每一个动作,直到楚天祥直起了腰,他才小声问道, 天祥,看完了,怎么样? 楚天祥笑着对曾静说道,宁姐,如果明天那个跟这个大的很像,我就能看出来。 听到这话,曾静长出了一口气,事情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 二人互道晚安,各自回房休息,刚进到房间关好门,楚天祥就急不可耐地拿出电话,要给曾静打电话,这时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一看,是张力打过来的。 楚天祥心里咯噔一下,张力从来没有这么晚给他打过电话,别是出了什么事吧?不幸言重。 接通电话,还没等自己说话,就听见张力在电话的那边带着哭腔说道,天祥哥,痘痘出事了,他大腿被人捅了一刀,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楚天祥大脑嗡的一下,他静了静神说道,张力,你先别哭,别哭,痘痘现在危险不?张力哽咽地说,医生说没太大的危险,就是血流得太多了。 楚天祥又问道,痘痘是被谁捅的?报警没?张力打通了楚天祥的电话,心里也平静了不少,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张力晚上跟痘痘两个人出去吃烧烤,就在亚龙珠宝城南门,那里一大片都是烧烤摊。 快十一点的时候,张力起身去食材架子上再准备挑点东西,也是这个时间人多,人挤人人挨人的,张力感觉身后有人摸了自己屁股一下,他回身一看,一个长得像免迪昂人的小伙子,喝得满脸通红地站在他身后,猥亵地朝他一笑就要走开。 张力那里吃过这样的亏,顺手就把手的竹签子扔在那人的脸上,大喊道,臭流氓,你敢摸我? 边上的人听到张力的喊声,都朝他看过来。 那个缅迪昂小伙子一看不好,急忙往人堆钻,张力连忙抢上前去要抓他,刚抓住那人的胳膊,被他随手一轮,直接摔倒在地上。 那小子转身又就跑,这时,离时才驾不远的李杰文生正好赶过来,左手一把就抓住那小子的肩膀,顺手一拽,一个大耳光直接把那个人扇倒在地。 李杰刚要上去踢那个人,就感觉后脑一阵冷风袭来,他是从小打架的惯犯。 他知道后面有人偷袭,身子一歪,一个啤酒瓶子正砸在他的肩膀上,砰的一声,瓶子碎了,瓶里的酒洒了他一身。 李杰人高马大,砸这一下根本不当回事,抬腿一脚就踹在打他那个人的胸口。 那人被他踹出三米开外,就在这时,又一个人拿着酒瓶朝着李杰的头部砸来。 李杰侧身让过砸过来的酒瓶子,一个摆拳打在那个人的左脸上。 这时,周围烧烤的客人纷纷往外躲,有几个国内的小伙子跃跃欲试,看样子是想帮助李杰。 那三个缅迪昂人赶紧站在了一起,其中一个从腰里拔出一把不到一尺的缅刀。 一看缅迪昂人掏出了刀子,人群呼啦,一下全散开了。 那几个国内的小伙子,也开始四处找趁手的家伙。 李杰左右看了一眼,随手拿过一把竹签子,就往上冲,三个缅迪昂人也是色力内人。 拽过几瓶啤酒往李杰扔过来,李杰躲过几个瓶子来到三个人的面前。 他把手里竹签子扎向第一个人,那个人转身想跑。 结果一把竹签子都扎在那个人的胳膊上,就听儿的一声惨叫,那个人痛得连声大叫。 第二个人个子很矮,他挥起啤酒瓶砸向李杰的胸口,李杰抬腿要踢那个人。 第三个缅迪昂人突然扬起手中的缅刀,直接扎在李杰的大腿上。 李杰闷哼了一声,单腿跪在了地上。 缅迪昂人扎完李杰顺手拔出刀子,瞬间,李杰的整个大腿就被鲜血染红。 一件血,边上所有看打架的人都躲得远远的。 等几个国内的小伙子找来棍棒往这边跑过来的时候,那三个缅迪昂人骑上电动车一溜烟地跑了。 张力目睹了李杰被一刀被扎中了大腿,吓得他六神无主,还是那几个小伙子帮着张力把李杰送到了医院。 李杰到医院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医生检查完告诉张力,万幸的是没砸到大动脉,但湿血太多,还是有很大危险的。 张力赶紧给楚天祥打电话,他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楚天祥再三安慰张力,说马上就叫人过去陪他,张力这才心安了点。 楚天祥放下电话,想了一下,他直接给潘友为打了过去,潘友为很有江湖味,处理这事应该没问题。 接通电话,就听见电话里头传来的嘈杂声,潘友为大声说道, 天祥,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不是要请我喝酒吧,现在两个人处得相当好。 楚天祥说道,潘哥,我没在瑞宁,李杰出了点事,想让你帮帮忙。 潘友为大包大揽地说道,没问题,天祥,咱哥俩还说啥,你说啥事吧。 随后他问,李杰是谁? 楚天祥说道,李杰就是痘痘,他刚才在亚龙珠宝城被人捅了, 现在在医院,就张力一个小姑娘在哪里,非常不安全,你得帮我过去看看,得找几个人守一夜,我怕对方再来人。 潘友为跟豆豆也很熟,听到豆豆出事了,他急忙说,找人没问题,我马上叫人过去,一会儿到了医院再给你打电话。 过了二十多分钟,潘友为的电话打了过来,他说, 天祥,你放心吧,事情都安排好了,豆豆现在没事了,就是血流得有点多,需要输血。 人我也安排了几个,我会一直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警察也过来了,他们现在正在找张力了解情况,做笔录。 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应该是免迪昂人干的,但没具体消息,我还安排了一个护工。 张力一个小姑娘,伺候一个大男人,不太方便。 别看潘友为是个大男人,心还挺细,办事周到,楚天祥赶紧说, 潘哥,多谢了,我争取明天就回瑞宁,那边有什么费用,你先帮我垫上,我回去给你。 潘友为连声说不用,就放了电话。 楚天祥又给张力打过去,这会儿张力的情绪好多了, 楚天祥告诉他,争取明天他就回瑞宁,这段时间有什么事就跟潘总说,不要客气。 安排完一切,楚天祥一看手表,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他没敢给曾静打电话,只是发了个信息,结果曾静没回,估计是睡着了。 今天一天,楚天祥是累坏了,坐了一天的飞机火车,晚上又碰到这种麻烦时,他连早都没洗,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睁眼,就已经早上八点多了,他连忙给张力打个电话,张力睡眼朦胧地说道, 天祥哥,豆豆没事了,那几个大哥也回去了。 李洁还在昏睡,楚天祥没跟他说上话,他翻开信息看了一眼,曾静早晨给他回了信息,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联系他。 楚天祥连忙回了一句,昨晚瑞宁出了点事,处理完都两点多了,请你原谅。 还发了个卡通笑脸,然后他赶紧洗漱,上午约的十点看古董。 来到楼下,就见老爷子几个人坐在餐厅聊天,楚天祥过去打了声招呼,看到桌子上给他准备的饭菜,也没客气坐下来就开始吃饭。 饭后,曾宁和楚天祥坐着老爷子的坐驾,直奔拍卖行而去。 现在楚天祥对HK已经没有了兴趣,千篇一律的街道,千篇一律的招牌,千篇一律跟筷子一样又细又高的大楼, 远没有扬成错落有致的城市建筑好看,规整。 来到拍卖行,几个人走进办公室,就见长长的会议桌边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了,三四个鹤发童颜的老者豁然在列。 刚坐定,就见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说道,各位专家,关于这个明清花大屏已经看过两次了,这次是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新的意见,我们就把每个人桌上的文件签署了, 然后上交基金会讨论,是否参与拍卖就由基金会的领导们决定。 几位专家都是国内古董鉴定的顶级人物,但这次颇为无奈,说是真的,理由不充分,说是假的,还有些感觉,所以一直在争论,谁也说服不了别人。 拍卖行的人把古董拿过来放在地毯上,然后站在一边。 几个老专家又围着瓶子窃窃私语研究了半天,然后都回到座位上。 曾宁点头一死,楚天祥上去看看,这时,瓶子边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楚天祥走上前,先用手摸了一下瓶口里边。 瓶子很大,一米多高,瓶口很阔,成人的胳膊很容易就伸进去。 楚天祥围着瓶子转了一圈,仔细看了看,挂佑的表面很光滑。 他跟拍卖行的人说,我想看看底足,请把瓶子放倒。 边上拍卖行的人赶紧过来,把一大块干净的厚绒布放在地上,然后轻轻地把瓶子放倒在绒布上。 楚天祥蹲在地上,低头看着没挂佑的瓶子底足,伸出右手摸索起来。 足足过了二十分钟,楚天祥站了起来,他一死把瓶子立起来,然后从兜里掏出今天特意带过来的木质茶匙,在瓶身上各处轻轻敲打着,仔细听着敲打的声音。 敲着敲着,他的眉头开始紧促起来,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只见他又用右手放在瓶口里边开始摸索,楚天祥面部绷得紧紧的,表情非常严肃,他紧紧盯着瓶子看,似乎在找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楚天祥转过头来,低声对曾宁说,命解,能不能让他们把瓶子瓶放在桌子上? 楚天祥不知道拍卖行或看古董有什么样的规矩,所以他只能跟曾宁说。 曾宁一说,那些人赶紧把瓶子瓶放在桌子上,底下垫上厚厚的绒布。 楚天祥坐在椅子上,侧着身子,把右臂整个伸进瓶口,椅子边上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瓶子,防止瓶子滚落。 摸索了一会儿,楚天祥对曾宁说,命解,瓶子外表用铅笔点个点或画条线,没事吧。 曾宁回答道,轻点没事。 楚天祥说道,你去找个铅笔,我告诉你在哪里点点。 曾宁赶紧拿过一支铅笔,他见楚天祥的右手在瓶子里敲了一下,他就在那里轻轻点了个点,连续画了七八个,楚天祥把手拿出来,让把瓶子立在了地毯上。 他开始仔细研究曾宁画的那几个点,看着看着,他笑了。 从楚天祥开始看瓶子,屋里的人就一直在观察楚天祥的一举一动,有的在低声窃窃私语,到后来没人之声了,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楚天祥的一举一动,也难为这些人这么有耐心。 楚天祥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这些人没一个走动的。 看完瓶子,楚天祥回到座位坐好后,凑近曾宁耳边低声说,好了,没问题了。 曾宁低声问道,准确吗? 楚天祥笑着说,百分之百准确,待会我一说,他们就应该明白了。 听楚天祥说完,只见曾宁沉吟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向那个五十多岁的人说道, 由秘书长,基金会新聘任的鉴定专家楚天祥先生对这件瓷器有些想法。 我想让大家听听他的意见。 由秘书长是知道有楚天祥这么个人的,这是孙老爷子鼎立推荐的。 但他对只有二十多岁的楚天祥成为基金会专家,颇有微词。 他手里一大把等着进基金会的专家,哪个不是行业翘楚,业内大咖,可惜周少僧多,不是想进就能进来的。 可是这个年轻人就进来了。 凭什么? 二十多岁,就算从娘胎里就学,也不过二十多年。 甭说鉴定水平,就是把各种古董的名字都叫对了,也是不可能的。 但孙老爷子的决定他必须遵守,因为老爷子是老板。 现在听了曾宁的话,他微笑着说,好的,那就请楚先生说说吧。 在座的专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见到这么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小孩也成了专家。 都有点诧异,但人老精华,事不关己,也没人去追究为什么。 由秘书长,各位老专家,我的意见是这个。 嗯。 楚天祥突然想起还不知道这个瓶子叫什么名字呢? 他低声问曾宁,命姐,这瓶子叫什么呀? 楚天祥话音刚落,就听对面有人扑斥一声笑了出来,随后屋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眼泪都笑了出来。 楚天祥的声音很小,但在座的也都听到了,鉴定古董,还不知道古董叫什么,这是哪来的奇葩呀? 看见大家笑话楚天祥,曾宁有点恼怒,他低声对楚天祥说,你就说结论和证据吧。 楚天祥也感到有点脸红,他定了定神,大声说道,这个瓶子,是个假的不能再假的东西。 刚才还在大声发笑的众人一下就像嗓子里被塞进一个大号丸子似的集体诗声了,紧接着一片哗然。 什么?假的?还假的,不能再假了。 楚天祥就这么等着大家,看到安静了一些,才又接着说道,来,请各位随我再去看看瓶子吧。 大家一听,纷纷站了起来,走过去围着瓶子站了一圈。 楚天祥看了一圈众人,说道,各位专家,看看我画的两条线。 只见瓶身上,接近瓶口的地方,楚天祥用点状线在瓶身上画了一圈,另一条线在接近瓶底,也画了一圈。 楚天行说完,只见一个老专家弯下腰仔细盯着楚天祥画出的点和线,就这么弯腰响了一会儿。 老专家猛然直起腰,对楚天祥大声说道,明白了,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之前我一直对这瓶子的画风有疑问,现在我明白了。 说着他身诗意里,对楚天祥说道,古人有一字诗,今天有一线之诗,领教了。 刚才老朽有点唐突,望小友千万别记挂在怀。 楚天祥赶紧回礼道,是天祥学艺不周,让您见效了。 旁边的游秘书长大为不解,他问道,齐老,您看出来什么了,给我们讲讲。 齐老笑着说,这是这位小友的功劳,我哪敢见阅。 他又对楚天祥说道,小朋友说说吧。 那我就说说,这个瓶子,是三段拼接而成的,上面瓶口,下面瓶底,是明朝的,中间瓶身是清乾隆时期的。 楚天祥说道,啊,这种作假方式闻所未闻,真要是这样,那作假的水平也太高了。 游秘书长更加疑惑了,他问,怎么能够证明? 齐老说道,探视四一侧平身就知道了。 说着,他拉起楚天祥坐在会议桌边上,问道,小伙子,你是从哪里学的? 你的老师是谁?方便告诉我吗? 楚天祥回头看了一眼曾宁,见曾宁点了点头。 回过神来对齐老说道,我不是鉴定古董的,齐老,我学的是鉴定翡翠原始。 哦,齐老明白了,感情是个野鹿子。 那你用手摸瓶子里头是怎么回事? 不同的沙利,无论是感温,还是印度都有不同,我就是通过这些来判断的。 那你怎么知道哪是明朝的,哪是清朝的? 这时,曾宁在旁边说道,齐老,我得先找个明朝的珍品,让他感受一下,有了标准,他就好鉴定了。 齐老感叹道,大道质简啊。 他又说,小楚啊,留个联系方式吧,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我们多交流交流。 我在京城职工博物院工作。 楚天祥赶紧拿出名片,双手递给齐老,谁知,边上的几位专家也都向楚天祥要名片。 这次要是没有楚天祥,这人可就丢大发了。 瓶子都假成这样了,一个个在场的专家都愣没看出来,这要是传出去,可能一是名声都要毁了。 而且,看到这种作假方式,对以后鉴定古董也是打开了新的思路。 由秘书长是真的高兴,这些专家都归他管理,这次要是没有楚天祥,一旦上面决定买了。 损失多少钱不说,一旦这事要是传出去,明德的名声啊,现在想想都丢人。 跟几位专家和游秘书长聊了一会儿,楚天祥就急着告辞,他现在就想马上回到瑞宁,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航班。 一上车,楚天祥就问,宁姐,这边还有什么事情吗? 曾宁说道,没有什么事了,你在HK晚两天再走吧。 楚天祥说道,宁姐,看看还有没有今天飞瑞宁的飞机,我急着赶回去,那边出了点事,很急。 曾宁开始帮着他查飞机航班,边查边随口问道,你这么着急走,不见曾静一面了。 楚天祥没一起他,只好实话实说,宁姐,逗逗被缅迪昂人捅了一刀,扎在大腿上,万幸没扎到大动脉,但血流得太多了,现在还在抢救。 曾宁大惊,赶紧看航班,不幸的是,航班没了。 回到别墅,楚天祥赶紧上楼收拾东西,他准备先去阳城,明天一早做第一次航班飞瑞宁,否则,明天再从HK走又耽误很长时间。 刚收拾完行李箱,听到有人敲门,他连忙过去开门,是曾宁。 曾宁开口说道,拿着箱子下楼,爷爷有话要对你说。 楚天祥闻言,立即拎着箱子下楼,就见老爷子坐在沙发上,他走过去说了声,孙爷爷,您找我。 老爷子抬起头,笑着说,天祥,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来,明德可能就要闹个大笑话了。 楚天祥知道老爷子说的是凭自鉴定的事,他恭敬地说,孙爷爷,这是应该的,我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老爷子说道,别谦虚,那么多瞎猫怎么都没碰上死耗子。 看来老爷子对专家的这次表现不太满意。 老爷子话锋一转问道,那个小伙子现在没事吧。 楚天祥说道,现在应该没事了,但缅迪昂人很难缠,必须尽快把这事处理掉。 老爷子说道,你一会儿跟曾宁去HK机场,我的飞机停在那里,现在他正申请航线。 估计一会儿就行了,你从这儿坐飞机,可以直接飞到瑞宁。 楚天祥大惊失色,连连摆手说道,不用了,不用了,孙爷爷,我怎么能坐您的飞机啊。 老爷子故意捧起脸,说道,让你坐你就坐,拿那么多废话,你不着急回去了。 这时,曾宁快步走了过来,说道,爷爷,航线申请下来了。 楚天祥知道争辩也没什么用了,他深深地给老爷子鞠了一躬说,谢谢孙爷爷。 赶紧走吧,啰里啰嗦的。 老爷子笑骂道,说实话,这次,老爷子也觉得有点内疚,要不是把楚天祥叫道HK? 也许瑞宁那边就不会出这桩事。 楚天祥还没坐过私人飞机,等上了飞机,才发觉,这飞机怎么这么小啊? 还没有平时坐的飞机一半大,但设施非常舒适豪华,他赶紧给曾静发了个信息,说明急着回去的原因,就把手机关机了。 两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盲室机场,他跟机务人员告了个别,急忙下飞机往瑞宁赶。 楚天祥轻轻推开李杰病房的门,就见李杰躺在床上睡着了,床边张力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听到门响,他微微睁开眼,一看是楚天祥进来了。 大叫一声,猛地站了起来,扑在楚天祥怀里大哭起来。 楚天祥这个尴尬啊,赶紧安慰道,张力,别哭了,我这不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咱们一起解决。 这一天一夜,可是把张力熬苦了,他抽搐地说,天祥哥,都怨我,非要出去吃什么烧烤。 楚天祥笑了,咱们张力小美女出去吃烧烤都不行吗?哪有这样的规矩,等痘痘伤好了,我带你们还去那里吃。 张力松开楚天祥,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可不敢去了,你没看见痘痘流了好多血,都快吓死我了。 两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大,李杰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楚天祥,张了张嘴,有气无力说道,天祥哥,你回来了,我真是太没用了。 楚天祥赶紧走到床边安慰李杰,说道,谁敢说你没用,一个打三个,要不是对方有刀,你就全胜了。 李杰咧嘴笑了。 楚天祥看了看病房的环境,盼有为做事还是地道,给李杰要了个单间,一个病床,还有两个沙发,一个餐桌,虽然简单,但功能算齐全了。 见楚天祥回来了,张力的情绪明显好多了。 楚天祥问道,豆豆,你家里知道吗? 李杰回答道,我没敢告诉他们。 楚天祥说道,最好还是说一下吧,至少跟你姐说一声,你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了家了。 李杰点头答应了。 楚天祥站起来说,我去问问医生,现在怎么个情况? 张力连忙说,我陪你去吧,我知道哪个是主治医生。 两人来到医生办公室,张力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医生说,李大夫,我哥想了解一下李杰的伤势,您方便吧。 李医生抬起头,看了楚天祥一眼,说道,他没什么事了,小伙子身体壮实,昨晚缝了六阵,好在在大腿上,不影响美观,现在就是等着伤口愈合,平时打点点滴消炎。 楚天祥问道,李大夫,那他什么时间可以出院? 李大夫说道,七天伤口拆线就可以,他血流得太多了,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 谢过李医生,两人往回走,楚天祥看着张力憔悴的小脸,说道,张力,你一会儿回去好好睡一觉,换换衣服,今天我在这里陪逗逗。 张力点了点头,睡觉倒是其次,他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血渍,真得回去换换。 来到病房,楚天祥问道,豆豆吃饭怎么解决的? 张力说,医院外边有很多饭店,豆豆想吃什么,我就去给他买,医院的病号饭太难吃了。 张力又对李洁说道,我回去换身衣服洗个澡就回来,这会儿让天祥哥陪你,你要上厕所就按灵把陪护阿姨叫过来。 医院的单间也很简陋,没有单独的卫生间。 李洁说道,没事,不用你们陪了,我自己能行。 话音未落,听见有人敲门,李洁说,可能是我姐来了。 楚天祥打开门,就见李洁的姐姐和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外。 李洁的姐姐叫李平,比楚天祥大一岁,楚天祥赶紧说道,平姐,快进来。 他不认识那个小伙子,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李平连忙进屋,嘴就跟刀子似的。 豆豆,你说你还让不让人省心,从小就天天打架,哪回不是头破血流的。 这快二十岁了,你怎么还打架啊? 你惹谁不好,偏惹缅迪奥那些人。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吃生人肉长大的吗? 你还越来越能耐了,叫我看看,伤得重不重,这帮天杀的。 李洁口拙,李平口快,这姐弟两个反差太大。 张力在一旁低声说道,平姐,豆豆都是因为我才打的架。 李平根本没在意,随口就说,男人为女人打架天经地义。 他回头对那个小伙子说道,听到没? 那个小伙子连忙点了点头。 李平回过头来对李洁说,你就笨,打不过还不会跑啊。 人家还有刀子,你就死脑筋还往上冲。 说着掀开被子要看李洁的伤口。 李洁按住被子不让他看,他大腿都被纱布包着,里面就穿了一条短裤。 李平气得对李洁说,哎呀,现在还知道害羞了,小时候穿开裆裤的时候,小雀儿天天露在外边也没见你害羞啊。 楚天祥和张力目瞪口呆,头一回儿见到李平这么彪悍,平时挺文静的一个人,今天的反差太大了。 李平见弟弟没事,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刚才他也是紧张的,这一通话说出去,心情好多了。 他又对楚天祥和张力说道,你们都回去休息吧,今晚我们俩在这陪逗逗。 他一直那个小伙子说道,这是我男朋友,叫腾骏,也是我们良和的,现在在瑞宁开黑车。 楚天祥和张力连忙问候道,腾哥好。 腾骏说道,你们好,你们好。 看来又是一个礼节式的性格,不善言谈。 楚天祥想了一下,说道,平姐,我们就不客气了,张力在这儿已经一天一夜了,我也是刚下飞机,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我们再过来。 说着,他从手包里拿出一万块钱,递给李平说道,这点钱先给李节买点补品吧。 李平刚要拒绝,楚天祥又说道,平姐,你要觉得我是痘痘的兄弟,你就拿着。 那就谢谢天祥了。 楚天祥说的话让李平无法拒绝,他接过钱,随手放在李节的枕头下面。 楚天祥和张力出了医院,打了个车先把张力送回公寓,然后楚天祥来到公司。 坐在沙发上,楚天祥把事情的经过想了想,敢动刀子的缅迪昂人跟到国内做生意的缅迪昂人决然不同,这些人很多都是自治组织,山军内部讨生活的,生性野蛮。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三个缅迪昂人跑回国了,国境线上的铁栅栏被缅迪昂人撕扯的到处都是窟窿,随便一个地方,一迈步,就到了缅迪昂,这边的警方就无能为力了。 楚天祥拿起电话,给潘友维打了过去。 潘友维接起电话,楚天祥说道,潘哥,我回来了,刚去过医院,谢谢你了。 潘友维说道,天祥,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是兄弟,打架那三个人指定跑回去了。 有人听说了打架的事,但不知道是谁,应该是打完架第一时间就过境了。 楚天祥说,潘哥,这是你先帮我打听着,敢动刀的人不多。 还有你那几个兄弟陪了一夜,这两天,我找你请他们吃顿饭,给点辛苦费什么的,而且,我找你还有点事,是好事。 潘友维连声说道,天祥,你要这么做就见外了,都是兄弟,这点小忙别再提了,等你忙完了,咱哥俩再做做。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就放下了电话。 楚天祥看看时间,已经晚上七点了,他把行李箱装到自己的车上,开车回家了。 车子开进大院,楚天祥下车就看见师父和几个人在亭子里喝茶聊天,他走过去说道,师父,我回来了。 老爷子看向楚天祥问道,怎么这次出去这么长时间? 楚天祥笑着说道,在晋省被陈叔的开矿站有困住了,全是没老板,费了好大劲才摆平,下个月,他们来瑞宁。 老爷子摆摆手,去楼上先看看你母亲吧。 楚天祥答应一声上楼去了,来到母亲的房间,门没关,他看见母亲在看书。 妈,我回来了。 楚天祥问候道,哎哟,我的宝贝儿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看来母亲情绪很好。 还没呢,一会儿我自己下点面条就行了,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好多了,原来冷一点都不行,现在你没看我把房门都打开了。 母亲高兴地说,看见母亲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楚天祥也非常高兴, 他打开箱子,拿出一些补品,放在桌子上,说道,这是带叔叔在京城同仁堂买的,是送给您的。 以后别让你那几个叔叔花钱了,这三天两头地往这里寄东西,还有那个傅林,HK的小曾经也寄了不少。 母亲叙道着,站起身来说道,我去给你下面条,你去洗把脸,这一趟出去有两周了,够长的。 听见母亲提到曾静,楚天祥想起下了飞机后还没给曾静打个电话,他连忙说道, 那我赶紧回屋洗个澡,等我出来再下面条吧。 他赶紧回屋,拿出电话给曾静打了过去,电话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 他有点懵了,曾静生气了,不理我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HK,曾静正在经受着折磨。 曾宁送完楚天祥回来的路上,就给在学校的曾静打电话,让他早点回家。 曾静已经看到楚天祥给他发的信息,知道他有事回瑞宁了,心中极其不舍, 但也没什么办法,对姐姐的电话也没当什么事。 曾宁回到家里,把爷爷和大哥都叫到书房,他详细地跟两个人说了他的疑惑, 而且很肯定地说,曾静非常喜欢楚天祥。 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大家族子女的婚姻不是自己不能做主,你可以自己挑选喜欢的人。 但首先,还得过家长这一关,家族组长不同意,你就一点成婚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各大家族联姻也有但很少,基本都是自己看对眼了,而不是家长指定。 家族里子女婚配组长首先看的是对方的人品,有没有钱不重要。 家族荣誉比命还重要,这是华夏几千年留下的传统,你带回来一个口碑很差,社会风平不好的人,这是绝不可能的。 当年曾宁年轻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影星,要死要活的,差点跟家里分道扬镳。 她父亲怒不可遏,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就是因为那个影星私生活很乱,在圈子里非常出名。 但嘴田会说,把曾宁弄得神魂颠倒,铁了心要跟她。 老爷子不动声色,派出大队人马三天两头在媒体上曝光那个影星的私生活。 今天在叶总会与小姐狂欢,明天领个美女开房,后天又跟女明星双宿双飞。 所有曝光材料有真有假,问题是你说是假的,记者马上追问,哪个是真的? 在哪开的房?几个女人?有没有某某女星?你能力真强,吃了什么补品? 到最后,别说曾宁了,那个男明星被逼得差点崩溃自杀。 曾宁幡然醒悟,最后嫁给现在的丈夫,一个家族企业高管,复唱复随的,有两个孩子。 现在又到了曾静,老爷子对楚天祥欣赏是一方面,懒尽家族,扩大家族商业规模也没问题,但成为家人就得慎重了。 增加不同于一般商业家族,在内地是有相当高地位的,话语权也不小,但行差踏错就得不偿失了。 他母亲那边是什么情况?师父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有那个谁都不知道的父亲,这些都必须搞得清清楚楚。 老爷子说,等阿静回来问问吧,如果阿静非要走这一步,以天祥本人的品德和能力,这俩人在一起,没问题。 但我们对天祥后面的那两个人都不熟悉,这个必须了解清楚。 晚上,曾静回来了,吃完饭,几个人坐在客厅聊天,曾宁不经意地问曾静,阿静,天祥走了,你不想他吗? 想,哦,不想,我想他干什么? 曾静对姐姐打了个措手不及。 阿静,跟姐姐说,你是不是喜欢楚天祥? 曾宁就像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我,我不喜欢,我喜欢他干嘛? 曾静的脸开始变红了。 就是嘛,我们阿静这么漂亮,得有多少帅小伙惦记,楚天祥我们也不了解。 怎么不了解,他家我都。 曾静强变道,刚说了一半,知道自己说走嘴了。 老爷子一声悦人无数,那是真的老奸巨华,他马上就听出来了曾静想说的意思。 他面无表情地问道,你去过瑞宁了? 曾静见爷爷的表情严肃,他念如地小声说道,爷爷,春节前我去的,不过我是和赵冲和李小胖一起去的,就待了五天。 你去过他家了?曾静知道,赵冲和李小胖,他俩是阿静的同学。 我们都去了,他妈妈和师父对我们都很好,我还和他师父去河边钓鱼了。 不过天祥哥家很穷,他和母亲一人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这还是租他师父的,连空调都没有。 你是说楚天祥很穷? 曾范林听了半天,听蒙圈了。 三个人集体实话,然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个人爆发出能顶破大厅屋顶的笑声。 曾宁笑得直接从沙发出溜倒到地上,边笑边捂着肚子哀悠哀悠地叫着。 曾范林笑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想,老爷子也好不到哪去,前仰后合得。 最后笑得有点叉气了,嗨嗨直咳嗽,曾宁挣扎着过去给爷爷敲打后背。 曾静被三个人的笑声气得满脸通红,他猛地站了起来, 大声喊道,我就是喜欢天祥哥怎么了?就这么好笑吗? 你们嫌他穷,你们就是嫌贫爱富。 你们不知道天祥哥屋里的书比我们教授的还多,他将来一定会成功的,我不理你们了。 说完哇地大哭起来,转身朝楼上跑去,好一阵子才消停下来,三个人都觉得自己浑身肌肉有点净乱了,多少年了没这么笑过了,这误会也是大了去了,这么大的姑娘怎么就没张脑子呢? 静了一会儿,老爷子笑着说道,一会儿阿宁去看看阿静,别出什么事。 你们不知道,天祥的师父在缅迪奥那边有点禁忌,估计是离不开住的地方。 天祥也不舍得跟师父分开,所以一直没有改善居所。 阿静估计也是,不好意思问,这才闹出误会来了。 老爷子又说道,把阿静给我叫到书房来。 说着,老爷子起身向书房走去。 阿静走进来书房,轻声说道,先生,您找我。 老爷子说道,派人过去,调查两个人,一个是楚天祥的师父,免迪奥华人,应该是七十多岁,如果需要,可以去免迪奥。 老爷子自言自语道,不对啊,这种人在免迪奥不应该是默默无闻之辈,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年备我也待了二十多年啊。 话锋一转,老爷子对阿静说道,另一个是楚天祥的母亲,现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江南几个大家族的,查一查二十年前这些家族有没有失踪的年轻女子,如果需要,可以动用观面上的力量,但别过分。 最后,老爷子严厉地说道,这件事,绝不允许被当事人和楚天祥知道,明白吗? 阿静低眉顺目地答道,明白,先生。 说完,转身走了。 楼上。 曾宁敲了敲曾静的房门,过了好半天,曾静才不情愿地把门打开了。 曾宁一看,这丫头还是满脸泪痕,她心中一软,搂着妹妹进了屋里。 曾宁对曾静说道,阿静,我们不是笑话你喜欢天祥,我们是笑话你没看明白事情。 你看天祥和戴叔叔几个人一起做生意,爷爷在他们那里已经花了好几十亿,所以你说天祥很穷,我们才觉得好笑的,她是很有钱的。 曾静真的不笨,只是先入为主,看见楚天祥家里很简陋,自然就认为她没钱,现在听姐姐这么一说,才明白是自己想错了。 姐,我哪好意思问天祥哥这种事情啊?再说了,我也不是冲她的钱去的。 她为什么不买个大房子,让师父和母亲住进去? 她们现在住的地方太简陋了。 阿静,天祥的师父在缅迪昂有点事,是不能离开那栋房子的。 师父走不了,按天祥的性子,她哪能搬走啊? 曾静点了点头,你们总共也没见几面,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曾宁问道。 就拉拉手,天祥哥知道我喜欢他,我也知道他喜欢我。 不对吧,这回楚天祥来,他脸上的红印子是怎么回事? 曾宁故意问道。 曾静一听姐姐的话,脸红得直接到脖子跟了。 姐,我不跟你说话了,你竟欺负我。 曾宁笑了笑,说道,你们俩的交往,爷爷基本没意见,但你知道,曾家的门不好进, 以后什么样还得看爷爷的。 曾静小声问道,爷爷不是很喜欢天祥哥吗? 曾宁略有惆怅地说道,喜欢是一方面,进家门是另一回事。 他知道爷爷应该是派阿进调查楚天祥母亲和师父的背景去了, 但这话是绝对不能跟曾静说。 到晚上十点,曾静才把电话打给楚天祥,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吓了楚天祥一大跳。 好在结果还行,老爷子没反对。 两个人情意绵绵聊了一个多小时,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 第二天一早,楚天祥给张力发了个信息, 告诉他自己先到公司办点事,然后再去医院。 这边发生的事几个叔叔还不知道,必须通告一声。 到了公司,楚天祥开始打扫卫生,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楼上楼下干了一个小时, 刚想坐下来,猛地想起了什么, 连忙下楼来到仓库,打开门, 看见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几十块石头。 他的心裁放下,这是免迪傲人猜送的货。 想谁来谁,楚天祥刚准备回二楼打电话, 就见猜送领着上次来过的那个人前后脚地走进院子, 楚天祥连忙回身说道, 猜送,今天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 猜送看到楚天祥,抬头文都开了, 他笑着说,楚总,昨天我就来过,你们没开门。 几个人刚坐在了亭子里,楚天祥突然心一动, 有了主意。 他收起笑容,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猜送说道,楚总最近我那边又来了一批石头, 品相都非常好, 看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去看看。 楚天祥面无表情地说道, 猜送,打交道也很长时间了, 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是朋友,是朋友。 猜送有点摸不清头脑了, 楚总的态度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这就乌云密布了。 出了什么事? 楚天祥说道, 我的一个伙伴, 就是上次去你们仓库那个小伙子, 前天晚上, 被你们的人在亚龙珠宝城捅了一刀。 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 猜送还真没听说过这回事, 他回头看了一眼同来的那个人, 年轻人点了点头, 表示他知道这事。 楚天祥心中暗喜, 但面目还是很严肃, 他给两个人的杯子蓄满茶, 一言不发。 猜送站起身来, 把那个人叫到一边, 两人低声用年语交谈起来。 一会儿, 猜送走了过来, 对楚天祥说道, 那三个人是我们的人, 不过已经跑回去了, 这么办吧, 给我三天时间, 我把这是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你看可以吗? 楚总, 猜送脸上也没了笑容。 楚天祥回答道, 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女孩子, 最后还动刀子扎伤了人, 他们当国内没王法了。 楚天祥后来为这几句话后悔不已, 事情办得太残酷了。 瑞宁国际珠宝街在瑞宁市的北边, 是政府为招商引资 建的非常有特色的民族建筑, 内地无数旅游的客人都在这里逃货。 在珠宝街的后面, 是缅迪昂人的聚集区, 有自己的菜市场, 理发店, 歌厅, 超市等等。 这些缅迪昂人在国内做翡翠, 原木, 宝石以及农妇产品等生意。 猜送带着两个年轻人来到这里, 在狭小的巷子里, 来到一家店铺, 一个年轻人走上前问店里的人, 蒙鹿在吗? 店里的几个人在聊天, 看见蔡宋几个人, 连忙站起来, 其中一个人说道, 我给您去叫。 说完连忙往后面走去。 不一会儿, 一个无短身材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他见到蔡宋, 马上快步走上前, 低声说道, 大人, 您找我有什么事? 蔡宋走到蒙鹿身前, 嘿嘿一笑, 毫无征兆地, 啪, 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那个人的脸上, 接着猛地踹了一脚, 蒙鹿整个人直接被踹倒在地上, 痛苦地翻着身子。 蔡宋上前, 又朝着那人连踢了两脚, 然后开口说道, 蒙鹿, 你儿子跑了, 我只能找你了。 蒙鹿被打得昏头转向, 挣扎着坐了起来, 哀求地说, 大人, 孩子惹完事, 吓得跑回去了。 蔡宋说道, 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上面给我下了死命令, 你儿子命, 还有你全家的命保住保不住, 你自己想办法吧。 不过我告诉你,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自己考虑吧。 蔡宋顿了一下, 又说道, 你也算有身份的人, 明天这个时候, 我来听消息, 如果上边不满意, 你知道后果的。 说完, 他凶狠地看了看四周的人, 转身走了, 鸭雀无声, 蒙鹿挣扎着站了起来, 对周围的人说, 赶紧走吧, 事情大了, 咱们解决不了。 众人立即散了, 现在是旱季, 正式打仗的季节, 今年几家打得尤其厉害, 组织现在被弄得焦头烂额, 钱跟流水一样花出去了, 急需用钱, 资源有的是, 但变成钱就很麻烦, 时间还长, 现在只能指着猜送这边, 快速出点翡翠元石, 补充军想购买武器了, 只要坚持到五, 六月份雨季到来, 别说打仗了, 大山里的路, 走人都不行。 这时候, 人家提出, 交出打人凶手这事, 就必须重视, 而且, 也确实是自己这边理亏, 手下人不争气, 给领导添乱, 那就承担后果吧。 第三天早晨, 楚天祥接到猜送的电话, 说要去医院看看受伤的人, 楚天祥还不知道猜送到底做了什么, 连忙通知张力, 让李杰别活蹦乱跳的, 装得严重一点, 他也赶紧过去。 楚天祥和猜送前后脚来到李杰的病房, 就见李杰躺在床上昏睡, 张力在一边也显得无精打采, 猜送见李杰没醒, 就没敢多打扰, 跟张力简单聊了两句, 放下一个纸包, 说是给李杰买点补品, 就把楚天祥叫到外边说话去了。 门外, 猜送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楚天祥, 意思让他看上面的视频, 楚天祥不明白怎么回事, 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视频上显示有三个年轻人被五花大绑, 另外有一个人拿着一把一米多长的免刀, 一刀就把一个年轻人的手臂砍掉, 然后又挥刀砍掉另一个年轻人的手臂, 视频很短, 但太血腥了。 楚天祥看完, 强忍着胃里的不适, 对猜送说道, 这时就算结了, 三天后你来找我, 我们去看石头。 猜送点头转身走了, 看着猜送转过墙角, 楚天祥推门进到屋里, 脚刚迈进屋里, 脑海里砍人胳膊的血腥画面又涌现出来,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来不及去卫生间, 嘴一掌, 早晨吃的东西如喷泉一样直射出来, 吓得张力连声大叫, 忙着拿水拿毛巾递给楚天祥, 楚天祥蹲在地上, 吐得两眼直冒金星, 胆汁都要出来了。 对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讲, 刚才的视频画面, 实在是太残酷了, 太血腥了。 如果知道是这个后果, 楚天祥打死都不会再追究这件事, 宁可吃了这个哑巴亏。 李杰和张力都发觉楚天祥有点不对, 神志有点不清, 迷了迷糊的。 张力扶着楚天祥坐在沙发上, 楚天祥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跟傻了似的。 两个人大气不敢出, 也呆呆地看着楚天祥。 楚天祥对张力说, 我现在开不了车了, 给我找台车, 送我回家, 我想回去睡一觉。 李杰赶紧给姐夫腾骏打电话, 没过十分钟, 腾骏进来, 扶着楚天祥走了。 楚天祥到家, 一头就倒在床上开始昏睡, 他母亲听到声音, 过来一问, 腾骏就知道, 刚才楚天祥吐了, 简单跟老人说了一句, 可能身体不舒服就走了。 楚天祥在噩梦中垂死挣扎, 一会儿他在满是荆棘的路上行走, 远处有个小亮光, 他走啊走啊, 又累又饿, 就是走到不了亮光的地方。 一会儿是他掉进一个无底洞, 看着边上的树枝和藤腕, 他就是抓不住, 他努力想伸出手臂, 但手臂却重如千斤, 就是伸不出去, 身子却一直往下掉。 一会儿是自己被五花大绑, 几个凶恶的人站在边上, 一个人拿着大刀, 满脸凝笑, 挥刀就要砍掉他的胳膊, 他定睛一砍, 那个要砍他的人竟是礼节, 楚天祥绝望地大叫一声, 猛地坐了起来, 大汗淋漓。 儿子, 你怎么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母亲就坐在床边, 一直在陪着儿子。 楚天祥静了净神,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问道, 妈, 我睡了多长时间? 母亲说, 有四个小时吧。 妈, 我没事, 刚才就是做了个噩梦, 早晨好像吃得不舒服, 都吐了, 现在没事了。 母亲担忧地看着儿子, 没说话。 楚天祥下地去洗了一把脸, 然后问母亲, 我师父在吗? 母亲说, 这个时间应该在午睡。 我去找我师父, 有点事。 母亲没阻拦, 他看出儿子没跟自己说实话。 楚天祥推开师父的房门, 师父就醒了, 他见楚天祥来了, 坐起身来, 问道, 你不上班?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楚天祥坐下, 开始欺查, 说道, 师父, 发生了一件事, 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也可以说, 我是被吓坏了。 老爷子笑了, 说道, 什么事能把你吓坏了? 说说吧。 楚天祥就一五一时地把事情完整地说了一遍, 并详细说了自己看完视频之后的感受, 包括做噩梦都说了。 作者有话说, 好多老铁说, 更新太慢, 老鬼解释一下, 我是第一次写小说, 速度很慢, 尤其是修改更麻烦, 一般情况下, 我修改两回, 两天改一次, 然后才更新, 多修改是为了让大家读起来更顺畅, 情节更合理, 老铁们见谅。 老爷子沉吟了一下, 说道, 棉杯有童子军你知道吗? 楚天祥点了点头回答道, 我听说都是那些毒贩训练的, 十几岁就杀人如麻, 没有是非观念。 老爷子说道, 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 看别人杀人, 先看枪毙, 然后是刀砍斧垛, 后来就是自己上手, 胆子小得不给饭吃, 还得挨打, 年复一年。 慢慢地, 这些孩子对杀人就麻木了, 过程非常残酷, 封掉不在少数。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就看了一段录像, 就下成这样, 那些孩子却是亲眼目睹啊。 你今天经历了这些, 虽然过程残酷了点, 但对你以后成长却大有好处。 楚天祥分辨道, 师父, 我实际没想把那三个人怎么样, 打一顿, 警告一下, 或者关进监狱我都能接受, 但就这种直接砍掉手臂, 我就接受不了, 毕竟人还年轻, 犯点错误不至于给这么大的惩罚。 老爷子摇摇头说, 你还不懂, 对那边的人来说, 那几个人犯的错误, 砍掉手臂, 都是轻的。 在国内, 人人平等, 没有阶级之分。 但在缅北, 下等人, 低贱的人不能冒犯上等人的尊严, 这是禁忌, 这是几百年的传统。 一个部落里, 吐司对所有人都有生杀与夺的权利, 一个低贱的人走在路上, 哪怕他斜眼看了吐司一眼, 就是大不敬, 就有死罪。 我也不是吐司啊。 楚天祥嘟囔道, 在那些人眼里, 你就是吐司, 你就是地位高贵的人, 因为你有钱, 你能给他们带来无数的枪, 炮。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治下的山民冒犯你的尊严, 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们也在维护自己的地位。 几百年来, 不是没有山民造反杀掉吐司的, 可一旦成功, 等他变成了吐司, 他也变成了上等人, 他会更喜欢维护这个传统。 跟他们打交道, 你始终要怀着上位者的心态,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哪怕错了, 也是对的。 不道歉, 不解释。 听完师父说的, 楚天祥心情好多了, 这件事, 就别拿国内的眼光衡量, 大山里有大山的规矩, 没人能破坏得了, 几百年的传统, 无论哪个阶层, 都深入每个人的骨髓。 老爷子又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晚上回来, 我给你讲讲那边的传统吧, 以后要常跟他们打交道, 多知道点没坏处, 而且, 以后再处理类似的事情时, 你好有个尺度, 别像这次, 你以为对方劈里啪啦打一顿赔点钱就完了, 结果把自己吓得要死。 楚天祥不好意思地笑了。 对了, 这是没和你妈说吧? 没有。 和老爷子又唠了一些家常。 解开了心结, 上楼跟母亲打个招呼, 楚天祥又去医院看李洁。 走进李洁的病房, 李平也在, 三个人正在聊天, 一见楚天祥进来, 马上就鸦雀无声, 三个人都直勾勾地盯着楚天祥看。 楚天祥知道, 上午把李洁和张力吓坏了, 赶紧陪着笑脸说, 早晨东西吃坏了, 神志都有点不清了, 现在全都好了。 他是不会把菜送做的事告诉这几个人的。 李洁马上说, 你在哪里吃的? 去把店砸了。 李平顺手就给了李洁一巴掌, 砸,砸你个头啊, 老实呆着。 张力也说道, 天祥哥, 不带这样的, 你当时那眼光像傻了一样, 太吓人了。 楚天祥赶紧转移话题, 逗逗现在怎么样了? 李洁说道, 没事了, 我想出院, 待在这里太烦了。 李平逊道, 闭嘴, 没你说话的份。 李洁缩了下头, 没敢吱声。 张力说道, 天祥哥, 那个缅迪昂人送来了二十万块钱。 说着, 从床头柜里把纸包拿了出来。 楚天祥说道, 都给逗逗吧, 那边的是劫了, 那几个人不会再来国内了。 李洁听楚天祥说钱都给他, 没死了。 他嘟囔道, 要知道扎一刀就给二十万, 不如让他多扎几刀了。 张力和李平一听李洁这么说, 也顾不上他腿上有伤, 一起捶了他一顿, 这小子嘴就没把门的, 什么都敢说。 楚天祥说道, 一会儿张力跟我回公司一趟, 把石头盘点一下, 田高店里还有不少。 到了田高的店里, 田高对楚天祥十分客气恭敬, 他知道自家的老先生 十分看好这个小伙子, 说不定哪天楚天祥 就变成自己的上司了。 盘点王获, 楚天祥就让张力自辩, 愿意回医院还是回家随他自己。 他要给京城几位叔叔 通报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事情发生好几天了, 他还没说, 有点失礼了, 尤其张力还是谈叔的亲戚。 他想了想, 决定给陈叔说说, 让他再跟那两个人说一下。 跟陈正生通完电话, 楚天祥感到饿了, 早晨的饭全都吐了, 中午在昏睡, 这都晚上了, 他赶紧出去找地方吃点饭。 吃完饭回来, 他打开库房, 看看石头, 平州公盘快开了, 下个月大同再来人, 这么多石头还没切, 就他一个人, 什么时候能干完啊? 楚天祥灵机一动, 打电话给张力, 问李平还在医院吗? 张力说在, 楚天祥告诉张力, 别让李平走, 他找他有点事要说。 楚天祥赶到医院, 刚下车, 陈正生的电话就来了, 楚天祥接起电话, 说, 陈叔, 有事吗? 陈正生说道, 明天我中午到瑞宁, 去机场接我, 还有老谭意思你带他谢谢礼节, 他刚给张力打过电话了。 楚天祥答应一声, 就放下电话。 见到李平, 楚天祥问道, 腾哥现在在做什么?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李平回答道, 腾骏现在开黑车, 一个月四五千吧。 楚天祥说道, 平姐, 你看这样行不, 痘痘上不了班, 我一个月给腾骏开八千, 让他给我干一个月, 等痘痘好了, 腾哥再回去开车。 李平喜出望外, 能多挣钱谁不愿意, 何况是帮弟弟的忙, 两人还在攒钱, 准备买房子结婚, 他马上就给腾骏打电话, 让他到医院来。 腾骏听说给楚天祥干活, 也挺高兴,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第二天一早, 楚天祥就到了公司, 随后, 腾骏和张力也来了, 三个人收拾完卫生, 楚天祥开始教腾骏如何使用油切具, 不一会儿, 腾骏就能上手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楚天祥画好了几块石头, 让腾骏自己切, 并再三丁竹, 千万沿着线切, 别跑偏了。 张力去医院给李杰买饭, 现在李杰可以自己下地了, 平时有护工在, 张力只是不放心, 过去看看。 楚天祥开车去盲室飞机场, 接陈正生。 陈正生走出机场, 边上还有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女子, 大热的天头上还围着沙巾。 楚天祥感到很纳闷, 他走上前去, 喊了声, 陈叔, 一路辛苦。 随手接过陈正生的拉杆箱。 陈正生道, 天祥, 天太热, 先上车再说。 楚天祥坐进驾驶室, 陈正生和那年轻的女子坐在了后排。 那年轻的女子上车后, 连忙扯下头上的纱巾, 摘掉墨镜, 估计热得够强。 楚天祥在后视镜里见那女子非常漂亮, 似乎在哪见过, 他脱口而出, 你是范倩倩。 我是范倩倩, 你叫天祥吧。 范倩倩说道。 楚天祥连忙点了点头, 心里有点小心奋, 范倩倩可是最近很火的歌星, 张力还是她的粉丝, 估计范倩倩就是带叔说的那个小歌星, 这个陈叔够威武。 陈正生说道, 天祥, 你叫她范姐就行了。 回头, 又对范倩倩说道, 不让你来非得来, 连天祥这种榆木疙瘩都认识你, 看你怎么出门。 范倩倩对陈正生说道, 陈总, 老陈, 我不是关心你吗? 也想看看边赛风光修整修整, 下半年你想见我都难。 楚天祥说道, 范姐, 我们公司有一个你的超级粉丝, 他要见到你, 不得乐疯了。 话音未落, 陈正生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电话, 我刚下飞机, 改天吧, 今天太累了, 行行行, 那就明天, 六点忙沙宴, 不见不散。 陈正生放下电话对楚天祥说道, 瑞宁协会的黄汉秘书长, 约好明晚吃饭, 你也得去。 楚天祥说道, 我就不去了吧, 他们太能喝酒。 陈正生说, 明晚你别喝酒, 陪你范姐喝饮料。 到了别墅, 三人走进大厅, 别墅的佣人见老板来了, 赶紧领着饭欠钱, 去陈正生的房间。 两人坐在沙发上, 陈正生说道, 一会儿我去看看礼节, 小伙子够硬气。 明天看免迪昂人的货我陪你去, 出了这件事, 还是小心为妙, 这帮人太野蛮生性了。 楚天祥说, 我当时吓坏了, 一刀下去, 胳膊就断了, 太血腥, 吓得我回家, 昏睡了四个小时。 楚天祥又问道, 京城会馆装修怎么样了。 陈正生笑道, 还装修? 图纸都改八遍了, 戴心仪还是不满意, 也不知道这女人是装修会馆, 还是装修自己的闺房。 要求太严格了, 我们几个人都说行了, 就她不干, 没办法, 磨正了。 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 你带叔现在很风光, 一栋五层楼说买就买, 好几个亿啊, 装修没几千万也下不来, 绝对的大手笔, 而且还有闲钱搞投资。 她现在在他们那个G二代圈子里, 已经算是大佬级别的人物了, 公司在京城算是站住脚了。 戴家几位老大知道老代兄妹俩的动静也有点吃惊, 找他谈两回了, 估计有什么事, 被他回绝了。 楚天祥知道, 戴叔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控制家族企业, 是绝不会再和他们发生一点联系。 血缘还在, 但其他免谈, 等到想回去那天, 甭管是当官的还是有钱的, 都得趴着。 陈正生又说道, 差点忘了个事, 老代说四合院找到了, 问你什么时候过去看看, 而且很急, 好几个人盯着, 按他的说法, 四合院顶级好, 不是你先说的, 他都想留下了。 楚天祥苦笑道, 我现在哪有时间去京城啊, 晚上, 我给戴叔打电话吧, 他觉得好就留下, 我也不懂。 陈正生站了起来, 我去洗个脸, 然后去看李杰, 晚上你不用管我们俩。 陈正生和楚天祥来到医院, 张力也在, 陈正生对李杰说, 小子可以啊, 知道护着女人了, 现在身体没事了吧。 张力脸一红, 美感之声。 李杰磕磕巴巴地说, 陈总, 现在没事了, 当时还有几个人要打那几个免迪昂人, 结果免迪昂人一掏出刀子, 全把他们吓跑了。 所以啊, 你就因祸得福了, 拿着这是我的, 这是戴总的, 这是谭总的, 他比我们多, 谁让他是你长辈了。 陈正生拿出三个红包, 依次递给李杰。 李杰没敢接, 说道, 陈总, 免迪昂人送来二十万块钱, 天祥哥都让我收着了, 我怎么好再拿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 这是你该得的, 赶紧好起来, 公司一堆石头等着你切纳。 那我就谢谢几位老板了。 李杰这个心里高兴啊, 这一刀挨得直。 两个人告辞走了, 张力大叫道, 不公平, 我还摔了一跤, 怎么没人安慰我啊, 给我红包啊。 李杰赶紧拿起红包递给张力说, 这些都给你, 行了吧。 张力带着哭腔说, 我不要红包, 我要新衣服, 你去给我买。 李杰吓得满头是汗, 连声说, 买, 买, 明天就去买。 坐上车, 陈正生问楚天祥, 天祥, 马上就是平周公盘了, 石头切多少了? 楚天祥苦笑道, 今天刚开始切, 我一个人也干不了, 就把痘痘的姐夫叫过来帮我。 陈正生问道, 人可靠吗? 人没问题, 是他们一个村的, 很老实, 不爱说话, 现在是开黑车的。 陈正生说, 人要没问题就留下吧, 开什么黑车, 整天提心吊胆的。 陈叔, 工资不好处理, 不能他一来就给那么高的工资, 张力和李杰的基本工资都很低。 陈正生回答道, 把李杰的工资提上来, 跟他姐夫拉平, 张力的工资按他们的比例也涨上去。 我现在是总经理, 我说了算。 楚天祥竖起拇指说, 陈叔威武。 陈正生笑骂道, 这臭脚捧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第二天, 楚天祥开车, 陈正生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前面是蔡宋开车领导。 还是上次来过的帕色村, 看来蔡宋的警惕性很高, 宁可自己麻烦点。 从别的仓库往这里掉石头, 也不让楚天祥知道其他仓库的位置。 楚天祥进门就开始干活, 陈正生被蔡宋请到一边去喝茶。 这回大厅里, 石头比上次又多了不少, 楚天祥先简单看了一圈, 然后蹲下开始仔细看了起来。 现在他不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只要觉得能够切涨, 利润可以, 一律都收下。 带叔那边搞投资需要海量的资金。 而且,上次进省之行, 让他大开眼界, 现在国内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资源型企业就是躺着赚钱, 但收购这样的企业需要动用的资金实在是太大了。 昨晚楚天祥跟带东深入沟通了一下,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带叔说了下, 带东也深有感触, 现在民营资本进入资源型行业没有任何机会。 两人决定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寻找成长性好的高科技公司, 这些企业需要动用的资金不大, 但投资风险大。 另一方面, 寻找小一点的资源型企业, 尽可能控股, 先试试水。 楚天祥在大厅看了两个多小时, 挑出了二十多块石头, 这次他让猜送先把石头搬出去放在一边, 省得一会儿再搬耽误时间。 楚天祥又走进那间放高档货的房间, 里面的石头也多了不少, 光一吨多重的原石就有四块, 看来猜送也是头人所好, 知道楚天祥喜欢大的石头。 看了一个多小时, 楚天祥出来对猜送说, 赶紧准备点午饭, 你没看把我陈叔饿坏了吗? 猜送说道, 饭定完了, 马上就到, 不过捡漏了点, 等过两天, 我请你和陈总吃正宗的缅蒂昂大餐, 保证你见都没见过。 楚天祥突然问猜送, 摩谷的红宝石你们有吗? 猜送说, 有啊, 但大部分都走南边了, 国内不太认这东西。 楚天祥说道, 有好的给我找点, 鸡血红, VVS级的。 他想送一个给曾静, 这东西在西方非常流行, 价格也高。 摩谷是缅蒂昂的一个地区, 初产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红宝石, 叫鸡血红。 楚天祥回头看了一眼陈正生说, 多拿点来, 估计我陈叔需求量大。 楚天祥, 这是拿饭欠钱开陈正生的玩笑。 陈正生立即就明白了, 笑着骂道, 滚蛋, 哪有哪长辈开玩笑的。 话音未落, 饭店的人把订好的饭菜送了过来, 柠檬鱼, 撒撇, 酸笋炒牛肉, 气锅鸡, 青菜汤, 倒也丰盛。 楚天祥吃完饭, 赶紧走进屋里, 继续看石头。 一块有七八十公斤的大马坎水石, 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大马坎是个矿区名, 出产水石和半山半水石, 水石就是在水里捞出来的翡翠原石, 以出红黄翡而著名, 主要是铁元素含量高的原因。 翡翠以红黄色为翡, 绿色较翠。 红黄翡大多属于翡翠的半风化层, 但也有翡翠质地整体变成红色或黄色, 如果种分再好, 那就价值不翡了。 这块石头皮壳很厚很光滑, 上面有几条很细的松花带子, 把手垫压在皮壳上 大概有一厘米长的光圈, 隐约能看到里边是黄色。 大马坎的石头普遍不大, 一般以几公斤往下, 几百克几十克的居多, 像这种七八十公斤的料子 极其罕见。 这块石头便宜不了, 卖相太好了。 楚天祥自言自语道。 楚天祥开始闭目养神, 然后双手放在石头开始摸索起来。 两久, 楚天祥睁开眼睛, 把手电筒举到一尺高, 着重看着几个地方, 随后又拿起喷水壶, 扭开盖子, 直接把水倒在石头上, 然后观察水进入石头的情况。 同样的举动, 楚天祥反反复复重复了几次, 这才呼出一口气,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将近傍晚的时候, 楚天祥基本看完所有的石头, 陈正胜, 蔡宋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屋子里, 楚天祥指挥那几个年轻人往外搬石头。 蔡宋有点纳闷, 那块大马坎的水石是特意给楚天祥准备的, 他没看上。 等所有楚天祥看上的石头都搬出屋子, 楚天祥对蔡宋说, 这四块一吨左右的, 我要三块。 他一指石头, 说道, 一、二、三, 这三块, 你开价吧。 蔡宋合计了一下说, 三块打包价, 八千五百万。 楚天祥没有遇, 四千万。 蔡宋摇了摇头, 没说话。 楚天祥又说道, 四千五百万, 我不加了。 蔡宋心中暗喜, 连忙伸出右手, 说道, 成交。 楚天祥握了一下蔡宋的手, 对陈正生说, 陈叔, 你先跟他们的车回去, 让张力去银行转款, 再晚点银行就关门了。 陈正生点头答应, 他回身对蔡宋说, 先把这三块大的装车, 送我公司, 然后去转款。 几个年轻人开始干活, 叉车在这密闭空间开起来, 噪音太大, 楚天祥拉着蔡宋走到茶桌边,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然后对蔡宋说, 那块大马坎怎么说? 蔡宋笑道, 楚总是高手, 知道那个是好东西, 开过三千五百万, 没卖。 你们想卖多少? 七千五百万, 这块石头最少放了五十年, 现在甭说这么大的, 就是比它小一半都没有, 而且里面的底子应该是冰黄, 所谓的冰黄, 就是冰种黄匪的意思, 极品。 楚天祥暗骂道, TM的, 卖相太好, 价格压下不去了。 他思索了一下问, 你告诉我多少钱不卖吧, 咱俩也别猜来猜去的。 蔡宋说道, 五千万。 楚总, 不是我要这个价, 我们内部很多人都看过这块石头, 有些是不比您差的高手, 这是他们定的价。 楚天祥一脸的无奈向, 他说道, 行吧, 谁让我喜欢了, 就五千万。 他走到看装车的陈正生身边, 说道, 陈叔, 还有一块大马坎的水石, 五千万。 张力手中的钱不够了, 你把我的卡拿走, 还有, 你让工人把这块石头放库房里。 陈正生说道, 我卡上够用, 哪块石头? 让他们一起装车。 陈正生跟车走了, 现在就是外边摆的几排石头了。 蔡宋让手下的人去核对每块石头的成本, 趁着功夫, 蔡宋对楚天祥说道, 楚总,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楚天祥有点疑惑, 说道, 蔡宋, 正常生意, 别那么客气。 你不知道, 现在仗打得厉害, 有几家合伙要抢我们的金矿, 但要消耗太大, 人员伤亡惨重, 本来黄金那玩意儿变现快, 但现在运不出来也不敢运, 上边还要求尽一些重武器, 可是没钱啊, 压力全让我一个人背了。 再挺一个半月, 雨季就来了, 他们不撤兵都不行了。 蔡宋感叹道, 楚天祥没权力, 也没资格评价缅北几十年的战乱, 非要说的话, 就是哪个民族生存都不容易。 蔡宋又说道, 如果楚总有时间, 可以去缅迪昂一趟。 他指着那个放高货的屋子, 说, 那种石头, 我知道的我们还有几万块, 可能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没有师父的手肯, 楚天祥打死也不敢去缅迪昂啊。 他含糊其词地说, 以后有机会, 蔡宋, 今年是不可能了。 这时, 一个年轻人拿着计算器走了过来, 指着计算器的数据让蔡宋看, 两人低语了几句。 蔡宋对楚天祥说, 楚总, 一共是47块石头, 我也不多加了, 一亿两千万吧。 楚天祥合计了一下, 点头同意了。 这就是缅迪昂人的交易习惯, 刚认识你的时候, 是漫天要价。 不载你的七婚八素, 算人家没本事, 但交易几次, 认可你了, 价格就非常公道。 即使来个外人给高价, 都不会为多挣钱卖给外人的, 这点是大山里的风格。 朋友怎么都好说, 对陌生的外人, 戒心是非常重的。 楚天祥给每块石头拍完照, 对蔡宋说, 还按上次的规矩走吧。 蔡宋点了点头, 第一次走得有点慢, 这次就轻车熟路了。 楚天祥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 晚上协会秘书长黄汉 还有约呢? 告别了蔡宋, 楚天祥回到公司, 陈正生和范倩倩都在, 见他进门了, 陈正生说道, 我还以为你忘了 晚上有饭局呢? 楚天祥先跟范倩倩打了声招呼, 然后对陈正生说道, 那边石头太多了, 又花了一个多亿。 陈正生说道, 花了好啊, 花出去才能挣到。 行了, 你也赶紧换身衣服, 去晚了不好。 而且, 上次进省之行, 让他大开眼界, 现在国内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资源型企业就是躺着赚钱, 但收购这样的企业需要动用的资金实在是太大了。 昨晚楚天祥跟戴东深入沟通了一下,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戴叔说了下, 戴东也深有感触, 现在民营资本进入资源型行业没有任何忌讳, 两人决定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寻找成长性好的高科技公司, 这些企业需要动用的资金不大, 但投资风险大。 另一方面, 寻找小一点的资源型企业, 尽可能控股, 先试试水。 楚天祥在大厅看了两个多小时, 挑出了二十多块石头, 这次他让蔡宋先把石头搬出去放在一边, 省得一会儿再搬耽误时间。 楚天祥又走进那间放高档货的房间, 里面的石头也多了不少, 光一吨多重的原石就有四块, 看来蔡宋也是头人所好, 知道楚天祥喜欢大的石头。 看了一个多小时, 楚天祥出来对蔡宋说, 赶紧准备点午饭, 你没看把我陈叔饿坏了吗? 蔡宋说道, 饭定完了, 马上就到, 不过捡漏了点, 等过两天, 我请你和陈总吃正宗的免地亚大餐, 保证你见都没见过。 楚天祥突然问蔡宋, 蘑谷的红宝石你们有吗? 蔡宋说, 有啊, 但大部分都走南边了, 国内不太认这东西。 楚天祥说道, 有好的给我找点, 鸡血红, VVS级的。 他想送一个给曾静, 这东西在西方非常流行, 价格也高。 蘑谷是缅帝昂的一个地区, 出产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红宝石, 叫鸡血红。 楚天祥回头看了一眼陈正生说, 多拿点来, 估计我陈叔需求量大。 楚天祥, 这是拿饭欠钱开陈正生的玩笑。 陈正生立即就明白了, 笑着骂道, 滚蛋, 哪有拿掌被开玩笑的。 话音未落, 饭店的人把订好的饭菜送了过来, 柠檬鱼, 撒撇, 酸笋炒牛肉, 气锅鸡, 青菜汤, 倒也丰盛。 楚天祥吃完饭, 赶紧走进屋里, 继续看石头。 一块有七八十公斤的大马坎水石, 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大马坎是个矿区名, 出产水石和半山半水石, 水石就是在水里捞出来的翡翠原石, 以出红黄翡而著名, 主要是铁元素含量高的原因。 翡翠以红黄色为翡, 绿色较脆。 红黄翡大多属于翡翠的半风化层, 但也有翡翠质地整体变成红色或黄色, 如果种分再好, 那就价值不菲了。 这块石头皮壳很厚很光滑, 上面有几条很细的松花带子, 把手垫压在皮壳上大概有一厘米长的光圈, 隐约能看到里边是黄色。 大马坎的石头普遍不大, 一般以几公斤往下, 几百克几十克的居多, 像这种七八十公斤的料子极其罕见。 这块石头便宜不了, 卖相太好了。 楚天祥自言自语道。 楚天祥开始闭目养神, 然后双手放在石头, 开始摸索起来。 两久, 楚天祥睁开眼睛, 把手电筒举到一尺高, 着重看着几个地方, 随后又拿起喷水壶, 扭开盖子, 直接把水倒在石头上, 然后观察水进入石头的情况。 同样的举动, 楚天祥反反复复重复了几次, 这才呼出一口气,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将近傍晚的时候, 楚天祥基本看完所有的石头, 陈正胜, 猜送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屋子里, 楚天祥指挥那几个年轻人往外搬石头。 猜送有点纳闷, 那块大马坎的水石是特意给楚天祥准备的, 他没看上。 等所有楚天祥看上的石头都搬出屋子, 楚天祥对猜送说, 这四块一吨左右的, 我要三块。 他一指石头, 说道, 一, 二, 三, 这三块, 你开价吧。 猜送和几了一下说, 三块打包价, 八千五百万。 楚天祥没有遇, 四千万。 猜送摇了摇头, 没说话。 楚天祥又说道, 四千五百万, 我不加了。 猜送心中暗喜, 连忙伸出右手, 说道, 成交。 楚天祥握了一下猜送的手, 对陈正生说, 陈叔, 你先跟他们的车回去, 让张力去银行转款, 再晚点银行就关门了。 陈正生点头答应, 他回身对猜送说, 先把这三块大的装车, 送我公司, 然后去转款。 几个年轻人开始干活, 叉车在这密闭空间开起来, 噪音太大, 楚天祥拉着猜送走到茶桌边,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然后对猜送说, 那块大马坎怎么说。 猜送笑道, 楚总是高手, 知道那个是好东西, 开过三千五百万, 没卖。 你们想卖多少? 七千五百万, 这块石头最少放了五十年, 现在甭说这么大的, 就是比它小一半都没有, 而且里面的底子应该是冰黄。 所谓的冰黄, 就是冰种黄匪的意思, 极品。 楚天祥暗骂道, TM的, 卖相太好, 价格压下不去了。 他思索了一下问, 你告诉我多少钱不卖吧, 咱俩也别猜来猜去的。 猜送说道, 五千万。 楚总, 不是我要这个价, 我们内部很多人都看过这块石头, 有些是不比您差的高手, 这是他们定的价。 楚天祥一脸的无奈向, 他说道, 行吧, 谁让我喜欢了, 就五千万。 他走到看庄车的陈正生身边, 说道, 陈叔, 还有一块大马坎的水石, 五千万。 张力手中的钱不够了, 你把我的卡拿走, 还有, 你让工人把这块石头放库房里。 陈正生说道, 我卡上够用, 哪块石头? 让他们一起装车。 陈正生跟车走了, 现在就是外边摆的几排石头了。 猜送让手下的人去核对每块石头的成本, 趁着功夫, 猜送对楚天祥说道, 楚总,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楚天祥有点疑惑, 说道, 猜送, 正常生意, 别那么客气。 你不知道, 现在仗打得厉害, 有几家合伙要抢我们的金矿, 但要消耗太大, 人员伤亡惨重, 本来黄金那玩意儿变现快, 但现在运不出来也不敢运, 上边还要求进一些重武器, 可是没钱啊, 压力全让我一个人背了。 再挺一个半月, 雨季就来了, 他们不撤兵都不行了。 猜送感叹道, 楚天祥没权力, 也没资格评价缅北几十年的战乱, 非要说的话, 就是哪个民族生存都不容易。 猜送又说道, 如果楚总有时间, 可以去缅迪昂一趟。 他指着那个放高货的屋子, 说, 那种石头, 我知道的, 我们还有几万块, 可能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没有师父的首肯, 楚天祥打死也不敢去缅迪昂啊。 他含糊其词地说, 以后有机会, 猜送, 今年是不可能了。 这时, 一个年轻人拿着计算器走了过来, 指着计算器的数据让猜送看, 两人低语了几句。 猜送对楚天祥说, 楚总, 一共是四十七块石头, 我也不多加了, 一亿两千万吧。 楚天祥合计了一下, 点头同意了。 这就是缅迪昂人的交易习惯, 刚认识你的时候, 是漫天要价。 不载你个七婚八素, 算人家没本事, 但交易几次, 认可你了, 价格就非常公道。 即使来个外人给高价, 都不会为多挣钱卖给外人的, 这点是大山里的风格。 朋友怎么都好说, 对陌生的外人, 戒心是非常重的。 楚天祥给每块石头拍完照, 对猜送说, 还按上次的规矩走吧。 猜送点了点头, 第一次走得有点慢, 这次就轻车熟路了。 楚天祥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 晚上协会秘书长黄翰还有约呢。 告别了猜送, 楚天祥回到公司, 陈正生和范倩倩都在, 见他进门了, 陈正生说道, 我还以为你忘了, 晚上有饭局呢。 楚天祥先跟范倩倩打了声招呼, 然后对陈正生说道, 那边石头太多了, 又花了一个多亿。 陈正生说道, 花了好啊, 花出去才能挣到。 行了, 你也赶紧换身衣服, 去晚了不好。